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冷战情室,我是宁远山 西方的两则消息同时传来 第一条新闻是 美国认为德国可以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炮弹坦克 第二条消息是 美国已取消了对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打击的任何限制 这是两条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新闻,具有重大意义 他们表明,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即将被西方结束 这是俄罗斯历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 在这场战争中,西方奉行 让我们不要打练普京,让我们不要使冲突升级 乌克兰被禁止使用任何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 展开进攻行动的坦克和飞机都没有给过乌克兰 还记得北约秘书长在战争开始时是怎么说的 开口迈口都是 不要让冲突升级,我们必须确保冲突不升级 否则俄罗斯就会用核弹发起攻击 针对目前西方的表态 历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周六对记者说 10个月的战争过去了,西方不再害怕普京 不再关注那些没有实质力量的核威胁 而且这两条消息就是在普京手拿着香槟杯 发出新的使用核武器的言论之后才出笼 普京在11月拒绝了西方的远胜最后通牒 开始凶猛地轰炸乌克兰城市 西方都注意到这一点 已经不想再和普京进行任何谈判 坦克的供应将加强乌克兰的冬季反攻 会成为黑工政权的丧终 现在就赚比飞机了 这位历史学家总结说 普京在战场上面临重大失败 这个让西方很敏锐地捕捉到 嗯,很好,不用多久时间飞机就会飞到克里姆林宫 普京的军事高层和间谍机构 正在拉美国家组织备用机场 积极准备政权的更迭 他们很清楚是普京被暗杀或被罢免后 他们都不太可能与西方达成一致 军事专家日丹诺夫表示 目前相不清楚暗杀普京或罢免普京 是否会成为黑工高层的安全门票或保证 这个就是他们正在准备机场逃离的原因 日丹诺夫强调西方可以同意政权更迭 并同意释放那些将确保政权更迭的人 但都不要忘记 弗特鲁舍夫说俄国的将军们都可能掌权 这个就会出现军事独裁 战争胜利的前景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我们还是要着眼于实实在在的东西 仗都要一场一场地打 两个前线热点 劳金斯克和顿涅茨克 我们后面会说 现在先来看看乌军最近都可能会向哪些方向推进 一般来说 比较可靠的方法是 注意一下最近对俄罗斯基地、弹药库、指挥所和兵营 进行的远程打击都发生在哪些地方 周五 烏克兰总参列出俄军在人员和设备方面遭受重大损失的地方 主要集中在集波罗热州的南部 比刚斯克、托克马克、梅利托波尔、安克德、 涅巴罗抗城、波罗吉和雅希里夫卡 到了周六 刚入夜梅利托波尔再次发生大爆炸 一片火海震惊了俄军 他们拍下了海马斯对基地的强大袭击 晚上7点左右 俄军的救护车高度活跃 很快 现场的一段视频被泄露到网络上 一切都被炸成了地獄 近午夜时分 官方消息传来 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人在袭击中丧生 受伤的人员 梅利托波尔附近的各个医院都坐不下 有些都被送到克里米亚 周日白天 大规模破坏的视频流出 砖头、屋顶和房屋碎片 散落在酒店的建筑群中 炮击的威力非常大 场地上的树木都被设成碎片 一旦俄罗斯人失去梅利托波尔 烏军将逼近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烏克兰总统办的顾问阿里斯托维奇指出 梅利托波尔是整个南部防御的关键 后勤在南部通过这里 列白河右岸和左岸的俄军通过这里 连接到马里乌波尔前往俄罗斯 如果梅利托波尔陷落 对克尔松的整个防御将是摧毁 烏军就能直接跳到克里米亚地盒 这几乎意味着战争会按照基附的条件结束 还有一个热点就是烏军在顿涅茨克南部前线突破 从那里,烏克兰已经袭击了马里乌波尔 但俄罗斯总参谋部硬是坚信 即便烏军打了马里乌波尔再摧毁了克里米亚大桥 俄军都不会把顿涅茨克市白白交出去 这是亲俄军事电报频道 旭利亚援引俄罗斯总参的消息来源披露 俄军里面都不是没有明白人 一名住宅在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参谋说 要压制乌克兰在这里的推进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在扎波罗尔积聚了足够的力量 能打大仗都能进攻克里米亚 我们在9月和10月就在看着乌克兰军队 后来几个月他们将人力和设备再次部署到地雷川以西的地区 这位参谋继续表示 有些人判断说 这是乌军准备攻打顿涅茨克市的征兆 但经验告诉我 顿涅茨克虽然很重要 但以乌克兰部署在那里的部队 完全有可能突破地雷川以西 到达与诺阿哈 直达马里乌波尔 而且俄军很难用善意姿态的借口 把从马里乌波尔撤退蒙混过去 他还说 看到这种威胁的人不止我一个人 马里乌波尔的当局都在准备接待 撤过来的部队 至于俄军在顿涅茨克前线的攻势 最多能把乌克兰的攻势往后退一个星期 实际上由于兵力不足和天气欠佳 俄军在地雷川和帕夫洛夫卡的攻势已经停止 以上说的都是形势大好的战略层面 最后还要谈谈具体的进展 到底俄军会在哪绘弊 两大战场之一的劳金斯克 前线又有什么进展 下面我们来听乌克兰军事专家和双方军官的说法 乌克兰军事专家日丹洛夫披露 俄军已经准备从两个城市撤退 他分享的是俄军计划的现有信息 但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日丹洛夫说 在不久的将来 善意姿态首先会发生在申卡和洛尔诺阿哈 这两个地方 那里的俄军正在准备疏散 俄罗斯军人说 申卡的撤离准备正在进行中 撤离时间已经八九不离十 日丹洛夫提到的第二个城市是沃伊洛阿哈 但消息没有上一个这么官方 来自当地合作者的消息称 管理部门已经收到命令 准备设立档案和文件 乘列车乘列车地设 当地合作者及其家人都要离开 一个年的兵力 打掉俄军的摩托化步兵 控制了P66公路的一段 并且得以向东推进 乌克兰军官指出 这是乌军正在普遍使用的战术 以小规模的攻击 对俄罗斯人造成最大的伤害 劳金斯克地区的俄罗斯军官表示 这一地区的俄军防线 如果被全面突破 将导致克雷门纳、尼斯·昌西克和北顿 这三个地方的失守 电报频道《玉利亚》 援引俄军的消息来源称 前线的情况对俄军很困难 12月9日俄军被逼向斯瓦托夫尔南派出了三个魔暴侣 周日中藏桥梁镇和斯塔罗伯斯克抽调兵力 又为沃克兰参谋说 这会缺缺我们的触动 但它不会阻止我们的推进 我们只需要更加仔细计划作战行动 关键是要同时在敌人的所有脆弱点上 采取有组织的行动 小规模特集是找到这些突破点的最好方法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俄军官官侄表示 如果乌克兰想要取得突破都能很快 只是乌克兰人捨不得损失5-7000人 都不愿意失去打仗的准备 俄罗斯总部相信自己有足够的部队 但是在乌克兰人眼里 俄军无计划、无战略 只是傻傻地守住林区 傻傻地搬出村庄 产了又产,滚了又滚 毫无思想和感觉 最后就是人都被磨成欲仗 据了解,劳金斯克的俄军 每个单位都是各顾各 俄军自己都无可奈何 他们自嘲说 蘇罗维金正忙着打巴哈木特 我们这里都不入流 这里现在不单只是没政府 而且是一片混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